我们讲土星环 现在我们讲一个木星环 木星环就是它在食指的根部 有一条环状的围绕着食指的根部 那么这种纹路叫木星环 也叫所罗门指环 有的时候几乎是直线 有的时候又是弯曲的圆形 可以在食指的底部的掌丘上可以看得到 这条线和预言故事里的所谓的所罗门审判有关系 如果是手中有这种文物 代表智慧以及对哲学方面的一些领悟 所以说放在现在来讲 就是有这种木星环的人 很适合当老师律师法官 这条线也常常在非常受尊敬的 或者是权威的人士 可以看到这个木星环 就是它这个社会地位 包括这个冥王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除了木星环 还有一个这个太阳环 太阳环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太阳线附近啊 在食指的根部围绕着食指根部的一条弧线 整个把无明指底部 整个包住的太阳丘上面的这种环状的纹路 是非常罕见的啊 如果是出现这种纹路啊 代表是阻挡啊 也就是说会让此人呢 自然的反应和乐观的天性受挫 对于一些美的事物啊 没有什么鉴赏能力 创作力也受到压抑 就是说啊 它这个环呢 是它对太阳线的一种影响啊 如果是这个无明指下方 有很多条这种太阳线 然后有一种环呢 来把它切断的话 就容易产生这种影响啊 就是一种对这个对这个你的鉴赏能力的阻挡啊 或者是你乐观天性的阻挡啊 包括这个创作能力的一个一个阻碍啊 这是这么一个太阳太阳环是不太好的啊